被泄露的外交电文中称,哈珀原本想在2009年11月在前往新加坡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后顺道访问中国,但是中国方面只能安排哈珀在一个月后访华,这就意味着哈珀要专程再次访问中国。 这份电文是由美国驻家大使David Jacobson撰写,文中称,总理对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两次前往亚洲访问不太高兴。 不过Jacobson也指出,哈珀相信访华能带来政治方面的好处。 在日期为2009年12月1日的电文中,Jacobson说,总理认为这是向加国华人社区展示对华友好的一个机会, 加拿大的华裔人口日益增多,是保守党需要争取的重要群体。 自哈珀2009年12月访华后,家中两国的关系也开始解冻,并于2010年共同庆祝了建交40周年。 哈珀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都公开表示要加强两国间的经济关系。 今年7月,外长白俄德访华,被认为是哈珀再次访华的铺垫。